最穗箱连续三个星期登上全台最高温的地区 尤其5号的温度热度是破表 相公所年度防汛演练在22号下午登场 不仅参演单位连现场评审团各个都是汗流浃背 而这次受肺炎疫情的影响 参演人数规模演练操作项目也都缩小了 不过每一个环节都不马虎 乡长陈进光更大推科技防灾救灾要提高救灾效率 从应变中心的开设成立到抢险工坊的操作 人员受困救灾的士兵操演 各个参演单位顶着高温烈日各个不马虎 认真确实的演练 我们终于安全的把我们受困的民众带上岸了 尤其相公所年度防汛演练今天下午登场 气温热度破表 不仅参演单位就连评审团各个也汗流浃背 而这一次也因应疫情 特别缩减参演人数规模 演练操作项目也缩小 不过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乡长陈进光也大推科技辅佐 提高防灾救灾的效率 把摄像传给我们灾害应变中心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 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也跟所有的上级 或是我们的各单位的救助同仁 都也完成了群组的建立 未来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个训练 更为重要 而且可以在现况的所有的事情的掌握 都能够更正确 所以我想未来除了防汛以外 我们所有的灾害应变的一个措施 都会依这样的方式来做最快的处理 传统防汛防灾救灾作业加入科技技术 让防灾救灾的工作事半功倍 不过瑞瑟湘连续三周 登上全台最高温的地区 在酷热的阳光下士兵操演 参演单位人员咬牙演练 精神可佳 也令评审团印象深刻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